你看杜成改那个真拿不下 有人说为啥 这唐文慧啊 他就不得杜成 一讲就说杜成说 你长得多客人呢 你说小个不高 一米七的个 你有一米七吗 杜成事实上光脚梁一米六八 内增高加一起 可能一米七一米七二 这杜成啊 该说不说是个辽媒高手 以他的身份 一般女的十个都有 有九个是唐 但已经唐文慧并没有 这手基本都没扯到 待一个多月 唐文君也一直想 把自己的妹妹啊 早上想跟杜成 最好完婚才好呢 但他妈太妹妹也不给口 这时候杜成没招 待了一个半月 回到北京 你看杜成回到北京啊 该说不说啊 让大伙都笑得大哑了 老板上丁军委 全委上来啊 包括宝贝 志哥那么稳重的人 那十四哥也像我那岁数了 四十五六了 说杜成你到底拿没拿下呀 你到底 杜成摇摇脑的 没用 回北京都茶不识饭不响的 就一天吃一顿饭都不饿 就这时候满脑袋 闭眼全唐文慧 你看这一天啊 杜成又接到个电话 回北京啊 一个礼拜之后 喂 啊 我杜成 谁啊 那个成啊 我我我我我我我是你哥 我我我我唐文君 哎呀 哥呀 咋的呢 不是 成啊 你说你这走啥呀 你再给上海待这么一个月半个月不就成了吗 这事 你说我都比你急 这我妹妹我天天说的 天天让他往那家去 你说你哎呀 你怎么走了呢 这是时期很重要啊 那出的怎么样了 不咋地 啊 杜成又好不咋地 啊 按照原计划 根本就没实施 不是 你你别告诉我 你你你啥也没干 亲嘴呗 亲什么嘴 我手都没摸到 亲什么嘴 不是 你你就是个石头也雾化了 你一个多月 你跟我妹妹在一起 你也没少见面 我这天天给你创造机会啊 我该说不说 我不能把我妹妹背你家放床 你说啥那个 我我尊重你妹妹的选择 可能我俩不合适呗 不是 妹夫 我跟你说 你这个妹夫 我就认定了 你就去管我叫大舅舅吧 你就啊 我妹妹嫁给谁也不行了 我就就这样子嫁给你 那你说啥用啊 哥 那我都愁死了 那你看啥时候能 能让他进我屋 我俩老伙儿喝也行 他单独一进屋都不进的 就都城啊 给他领回宾馆 人家到门口人家不进屋 说你要再拉 人家讲话就积眼了 就走了 那杜船也不能强奸人呢 人不是风月长所人女子 生活中一定有这样的女的啊 我出的一项书曾经我也碰见过这样人 哎 咱们可也是心急点出了一个礼拜了啊 我记得想干啥 人家其实吧 现在一看内心是有咱们的 人就是特别慎重的事啊 你碰一下觉得不好使 确实有 那你妈 你这你这站的 那个猫生不拉屎 你说你跟我好 我这个出不了别人 把你还不想碰滚毒的 我就不惯了人 直接咬菜 踹完都哭了 你说这比晚上你说你说闹心不啊 我这认识一个礼拜的马上就就认识那是我也年轻小啊 长得也不闹 然后过后一看啊 这个他心里是有我的 你知道这玩意儿 这唐文慧现在他心里真没有杜诚啊 杜诚跟我比不了 因为我一米七八 他一米六八能比了 咱不扯远了啊 这时候他唐文君讲话 说你这个笨哪 你那么呢 那个杜诚啊 我我我上他北京啊 那个我我指点指点你 我妹妹了解啥 那个吃啥愿吃啥喜欢听啥 我从小到大我太知道了 这唐文君是急不你说 说不是 因为他为啥跟你说 就他跟杜诚之后 杜诚要管他叫声大舅哥 他他什么隐利豪徐老五 就这帮社会人见他面 不都得叫声哥呀 比杜诚小的这些二代圈子 见他面是为的叫哥 那他面多大 上海不就叱咤风云了吗 这汪海该说不说 杜诚都给消福了 见他面是为的叫声哥 那上海老汪安多牛逼 那汪海汪宇他们要见他叫哥 那不就上海 他不就叱咤风云了吗 商界 说我这两天 我不信我去一趟上北京 你来干啥的呀 小会来 我去我能不带我妹妹吗 咋俩拼此刀啊 不是 小会能来啊 我当哥的 我父母死的早 我他妈 一句话啊 我顶我顶他爸老家 掌心为父 那那行 那你啥时候来呀 啊 哥 我我啥时候去 我看看这三两天 那啥 这个不行后天吧 不是 后天哪 后天也行 我准备准备 你咋来呀哥 他就是一听说我咋去 我那北京跟上海开车停机不远的 我坐飞机呗 跟我妹妹啊 不是你坐飞机来呀 坐坐飞机啊 你别的 你也别坐飞机了啊 然后我跟你联系联系那个其他渠道啊 你别管了 到时候你等我电话啊 不是 从北京到上海 我我这个 不坐飞机啊 然后这个不开车的话 还能他们坐轮船过去啊 那北京是上海也没航道啊 哎呀 你就别管了啊 你这等我 你不后天吗 我现在联系联系 我给你安排 你弟弟必须给你安排平板的啊 哥 他就是啊 行那我那我跟我妹妹说一声 完了后天去 完了 你看 你咋点 你给我信 都城把电话撂了 哎呀 都城讲话 包机 包机都不行 有钱人都能包 得找钻机 哎 一个水泡眼啊 秃秃眼啊 在那个内蒙那个 双辽那个啊 在草原上 直直直直直 那啊 后面我跟你说 跟着这个啊 又飞机又车的 随时都跟着他 没错 内蒙古老云 云山啊 第一大家族老云 啊 小城啊 三哥 你在哪呢 我在这个双辽 不是我在这个通辽 这块考察呢 有啥事啊 不是 那个三哥 我我跟你说点事 那飞机在家 我飞机就在身边呢 飞机在家 天天在家 24小时用了 那你啥事你说呀 三哥 我求你点事 那个接着飞机用一用 接飞机 你干啥呀 你要上这个内蒙来啊 上内蒙来 我要拍飞机接你去 不是 我要接个朋友 那个三哥 接个朋友 接我飞机啊 老体啊 杜城我跟你说 史上这是第二次启动飞机 炮牛 第一次是哪 你是给云南认识 那个独秀 那女的 哎 相同的 杜城云南有个 有个女的啊 马了 你能不能都知道啊 那女的应该死对 她给免死了 杜城讲话呢 那个山哥 这回我可是动心思了 我相同了 我行 我接下 我我我我对象 不是 你是这这哪来的对象呢 用刀刀马的吗 那你用我这个飞机 你可别赶在下面搞事情 你搞事情 他们押韵去 我坐飞机 哪天最急了 吵 云南讲话 别在飞机上咳上了 不知道 那不能 那不能 山哥 啊 我都不去啊 你派个这个飞行员啊 然后你那飞机能做几个人 十个八个能做 我那个机主啊 就得有三个人啊 然后你用几天呢 用一天就行 从那往飞这个上海去 从上海把这人啊 给我运北京来 啊 那也就几个小时 没问题啊 那行了 我知道 好好好 那个我要机长联系你啊 然后你告诉他 那个往哪去接谁 完了把电话联系 帮着给他啊 哎 哎 好好好 电话八成一六 一六 这么吗 飞机订好了之后 杜成啊 也收到机长的对话 就告那个任务了 说你后天呢 九点啊 然后你就到这个 上海的那个机场啊 完了 我给你发个那个 那啥电话号 你跟他说 让他上那个机场 就完事了 你降落以后给打电话 也那边就订完 说哥 那个飞机 那个飞机给你安排了 然后那个 后天啊 完了给你打电话 机长 然后那个到处 你就按他那个地点啊 给你发个定位 你就去就完了 唐文君一听说 包机了以为啊 因为有钱人嘛 唐文君啊 是没包过机 他就坐上哪个舱子 这不唐文君跟唐文会 也说完了吗 说这个小城 在北京那边 我上那边点业务 我得去 完了你跟我去就完了 这边就到了日子 这个沿着云山的飞机 就降落到哪呢 降落到这个上海的一家 这个军用机场 啊 飞行员呢 就打电话了 888 他那个是杀人 飞行员 电话打给唐文君 说你好 哎 对的那个唐哥 哎 我是那个杜城 城哥派来的什么 来那个接机的啊 然后那个 你看看啊 接你们的 你们几个人 说我们三个呀 杜城派飞机来的啊 对 不是包的 是派的啊 然后我们都归杜城馆 你就来吧 啊 我给你个位置 一听这个位置 因为唐文君还没去过这个位置 等唐文君 唐文会带着自己的兄弟 谁呢 曹君还记得不 被杜城他们打尸腿 那样 养伤养好了 一个多月 啥个人呢 拿大箱小箱的啊 然后司机开车给他送到机场 到机场的一看 外面有小五个站岗 没那地方啊 什么地形啥 检修 这个那个的 云山的飞机到哪都有段位的 人家哗哗哗什么 飞机加水换水啊 什么加油 我叮当的 就像F1赛车都嘎嘎欲用的 都给换啊 检修啥的啊 都得检查有没有毛病 这他们当时都懵了 说一看小五哥 啊 说说说这能进去吗 人家那边的飞行员就出来迎接的 打电话啊 一出来 说你看啊 这个我们接的这个客人啊 把一辆证件 人家飞行员连证件 小五哥站岗的 啊 停 啪啪啪 他们就进来 等他们一进来 老铁啊 这他们就是再有钱 老铁有钱的 你也不能坐上 这晚上啊 咱这包机都能包 他们就是都蒙了 这院里面还有其他的飞机啊 有就飞起来 有战斗机啥的 他们就演话了 小慧 你看见吗 啊 这咱们人生中 好像我得到了癫狂 到巅峰了 你看这 这可不是花钱 能买的段位 早就让你跟杜城好 跟杜城好 你就不干 你看看 这这这这 你要跟杜城好上 以后咱们天天坐这飞机 自己家里 这都是 你看看 唐文贵一首歌 能不能有点 见过世面那样 你别整那出行 你好像把我 把我跟杜城 非得往一起沾呢 你要把我 我都恨不得 给你推杜城床上去 哎呦 我张哥这不应该说呀 你这杜城 他爸多大呀 那海南一把 而且杜城身边的人脉 肯定都是二代 啊 所以说 唐文贵这时候还步到杜城 那个那边 还有那么多厉害的 他没见几哥呀 他讲话 那杜城的那那 那关系网多强啊 你就信我的 你就跟杜城好吧 最好心上折后买票 最好啊 疯子成婚 哥 你是不是我亲哥呀 唐文贵脸说头红 因为还有潮军 那潮军讲话 哎呀 杜城要喜欢男的 我都想嫁给他 啊 废话不多说 这唐文贵 拿手机那年代 能照相吧 嘎嘎 照两个相 先讲话 回头发朋友圈 我催催牛逼 你看老子在这机场 啊这全国能有几个 这样的人物啊 能有这特权 能坐上这个 咱人坐这个飞机 挺高兴 奔往了北京 啊 在机主上 可以说这些人 服务的也挺好 因为云山交代了 人飞机上 有吃的 有喝的啊 饿的啥都有 你看杜城 在北京 啊 给盲会 那个张哥 你来 上志哥家开会 那个 曾哥 你来 上志哥家开会 这么说吧 半小时之后 杜城把谁集合来了 老百张 丁军伟 曾耀邦 啊 然后这个 王会 伟操 啊 这主要的啊 这些力量 他们在一起玩的 前天 无双宝啊 再有志哥 社会的朋友 谁的金利 大老黑 啊 还有老五他们 啊 陶强的警务员 这不用多说了 这帮人在屋里二来人 这都做的 说干啥呀 这城啊 开啥会 咱也没开过会 都成话不废话啊 各位哥哥们 我这里边我最小 所以说啊 我平常叫你们哥哥 叫多了 从今天开始啊 你们见我面 都管我叫城哥 啊 听见没 老板上讲话 你喝了吧 是不是吃假药了 啊 吃喝假酒了 不是 张哥 没有啊 志哥 包括你 你别瞅 你愣神瞅啥 你今天开始叫我成哥 他这讲话咋的 这不是什么意思 你们所有人都得叫我哥 我有面啊 我的女朋友要来了 那小辉要来了 我大九哥一起来的 你们得捧我呀 就我是主角 陈梅思跟朱世帽的小品 知道不 就我是主角 我都成 我跟你说 别看我岁数小 我在北京城 在全国 在上海 在天津 在北京 我一呼百应 二代都得围着我转 能懂不 大致明白了 啊 你泡个马子 我们得当小弟 啊 你当大哥 对对对对对 啊 老板上讲话 我他妈五十来岁 我管你叫大哥 啊 杜长 你不怕折烧 啊 再说你泡个马子 我我 我们都都都成你小弟了 啊 以前你摆事 我们当你打手 这泡个马子 我们当你小弟了 宝哥 哥倒挺乐意 说成哥 我就叫你成哥了 以后他妈出去 你全安排 反正我少花点钱 王龙江啊 张老二都在这呢 王龙江讲话 成哥 我一直叫成哥 叫成哥 啊 这不吗 哎呀 曾药邦打个样 说我去我我我我我我我 我叫我叫个成哥吧 啊 我也打打样 是不是 老板张瞅瞅 成啊 叫成哥 现在就开始叫 你别一会儿习惯了秃嘴 你光笑成你不玩了 成哥 成哥 最后一次啊 以后别这边扯着的 我陪你玩两天行 第三天都不叫 行 两天就行 张哥 都成改这边安排好演员了 团队从上到下 反正 先就难为这帮二代圈子了 全得管叫哥 不管他算是 哎 很快 这个飞机啊 就降落到北京的这个机场 杜成呢 他们是提前领着这个杜成 领着大致老板张丁军伟啊 韦涛啊 这个王会 这一行人来接的 什么孙童他们都靠不上 都靠不上边啊 都是部长以上的孩子啊 参加这场接见 都成呢 特意告韦涛 说韦涛啊 你在队队里面 找两排这个 就那种礼宾嘛啊 就巴巴的那种 咔咔咔的 吃着玩意 咔咔都能进里面啊 咱们小型 别放礼炮 也等个这么一事 咱们呢 也不用国家接见元首 说那个啊 咱们鼓掌欢迎也行 显示我的段位 他妈韦涛没招 又请了那种 二十个小五 小五只 都是这个礼宾啊 从哪个 你二队三队借的 就天安门那家 生的也有这个 二队三队替补的 因为一队有病了 你 我才有替补的 这不来了 这一下飞机 飞机建了到北京 也是这个 一个军用机场啊 从这里 舱里面 这 该说不说 下的嗓人 鸡组 帮他拿着大箱子 小箱子的啊 像度假似的 唐文贵依然穿着 这个职业装啊 就小黑包裹裙啊 黑过腿的小裙 穿小丝腕 高跟鞋 唐文贵长得一米六八的个 标准个 太高不行 滋了把腿啊 那腿没地方放啊 然后那个太矮也不好看 你的身材正好啊 闻着冰冰 大要马尾下 七六号 滴了拉杆香 他是自己滴了个香 这往前走啊 也没看过这阵势啊 该说不说 女人的心心也很强 他一看也是一惊 杜成给前头啊 穿着西装个礼的啊 就像迎接贵宾似的 说 哥 这是的 哥 老这行了 唐文君 哎呀 唐文君把秘境一载 哎呀 这这这这这 我跟你说啊 唐文君就就就 带个秘境啥的啊 这一一载 哎呀 我这是女士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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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成立成立成立 哎呀妈 成立啊 那个哥 啊 那个 哎呀 小慧 啊都成建小慧 自己就 自己就自然而然 就堆了有点 唐文慧一吵 啊 你好 唐文君两话 小慧你看 这牌面啊 你看来多人 不是这这都谁呀 啊 成啊 成想话呢 一纸老百张 大致他吗 这全是我弟弟 哎 跟咱玩的 啊 来吧 这就是我 这个对象 还有我对象的哥哥 啊 然后那个 韦涛 那一百手 那帮 小慧 鼓掌 开始啊 这他妈 鼓掌也有节奏 嘎嘎气的 带白小套 这他妈给 那个 唐文君就整的都 虚荣心就爆棚都爆炸了 唐文君 仰望 人生能有 这这种这个境界 我已经就 现在就 明天死也直了 小妹你看看 我说啥 你就跟我成立就 妥了 杜城一听 那个 唐文慧一 哥别说了 再说我回去了啊 不是 我妹妹不懂事啊 这么得 别着急 别着急啊 我跟你 做的功课 这两天 我跟你说 一个礼拜 让你拿下 小城讲话 哥 费心了啊 哎 走走走 走走走 这不就是讲话 杜城讲话 那啥 那个 上车 先上车 接了几个家常的 那都不用说了 该哪接的 哪都有啊 杜城的朋友 嘎嘎嘎 咳哪去了 咳到北京 当时我跟你说啊 杜城讲话 说上哪都行 上北京饭店都行 但是没必要 都能关系 杜城啊 在这个紫禁院 请给他们吃着饭 啊 因为说了 杜城讲话 中国会最好 明天让上中国会 哎 提前没定着位置 那地方都啊 改这个当时 紫禁院吃着饭 在饭桌上 老体啊 当天就第一顿饭 当天啊 中午 喝到晚上 在习间 尹力豪 取了五斗 你看尹力豪 还打过这个 打过唐文军 打过超军 现在见面那啥 唐哥 唐文军也喝飘了 哎我擦 上海大哥 尹力豪 叫我哥 杜城一会就哥 啊 然后那个 那个 都随我叫 叫哥吧 就完了 他知道老板张 看看丁军伟是干啥的 也知道人家爹是干啥的 丁军伟虽然表面不情愿 但还叫呢 啊 因为唐文军四十多岁 四十多岁 那个 哥 哎 老板张讲话 点这 他 就是个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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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老板张讲话杜城 你他们要不成 你都对不起我 啊 我他妈管 他们就 啊 喝到下午 这公子晚上六点多钟了 就有点飘 因为在这场 这个酒桌上 杜城啊 也给这个唐文会引荐了 这些 分别也说了这些人的身份 说还有谁谁谁啊 那都非常厉害 但都那跟我玩 逛 我叫哥啊 唐文就是假的 听你们小辉 听你杜城啥段位没在北京 听明白没 这你要跟杜城 我跟你说 哎呀哥 行不行你 不行我走了 哎动不动就要走 哎 这么对吧 喝差不多了 老板张跟大智啊 都他妈生气 这他妈这顺势管 他妈 因为唐文君叫 管杜城叫 杜城讲话了 这么那个 今天头一次到北京 那个为了展示诚意 咱们出去喝喝点 玩玩 洗一会儿 换个地方 说你想上哪 啊 唐文君一听 说上哪 咱们对北京也不了解 你别看上海 离北京呢 北京是政治制度 上海那是这个 啊 国际大都市 这么的 北京咱挺安排 都说讲话 上夜早会唱歌 什么呀 或者看节目 夜早会行啊 北京夜早会 我还没来过你 那别看上海 离北京挺进 我出过两次 才没去过北京夜早 那行 那个 那谁啊 那个 小张啊 那个 还有小智 你们 你们都去吧 啊 擦擦嘛 唐文君也飘了 管那个老板张 叫小张啊 管大智叫小智啊 比他们 都基本大多了 比他 您大智都比他 水手大 他也就四十左右 大智一瞅 不去 我这个 水手大难受 听得完 噪音大 啊 这边老板张 讲话 你们去吧 我也不去 都说讲话 别的呀 你看 咋的 咋的 诚哥 我确实难受 喝点酒 喝多了 我跟小智 我俩就走了啊 我 我跟小智就走了 你们年轻人 你们去吧 都说讲话 原谅他 啊 他们水手大 那个 让他走吧 啊 老头子去看啥 有啥 老尾章跟大智没去 他俩走了 啊 他俩算便宜 你看上下的影啊 丁军委 曾奥帮那得去 都城 武藏堡 还有王会 伟涛 这大伙们啊 还领着这帮兄弟 什么老金 老黑 金丽 他们一大帮 包括这唐文君 曹君 还有这个唐文会 一起就出门 说上哪呢 一出门老铁啊 早上到哪 上那个东城啊 东城那个 有个明珠啊 明珠挺大的 啊 也是他的一个朋友认识 打了个电话 订了个位置 啊 不打一会儿 这些人就来到明珠 娱乐城了 因为在半道的时候就说 说那个地方能唱歌 能演绎啊 说咱们 因为杜城领了个小会去 你想想 这帮朋友就杜城不找女的 肯定不能找了 这帮女 这帮哪呢 要找女的 那也艳艳小会 瞧不起啊 能明白吧 哎 说你朋友都找小姐 你什么人啊 杜城你也是那样人 为了给杜城 树立一个正能量的哪 郑耀邦就给杜城收个电话里 车里面前后车 杜城啊 咱也别找女的了 咱们就看会儿节目得了 啊 KTV 你再找女的 对你影响不好 我们倒无所谓 那行 那上明珠吧 啊 定完位置 隔了二十分钟左右 到了东城一家最大的啊 这叫明珠夜总会 来的 一下车这些人啪啪啪几台车啊 那都是由这个丁军委跟美涛他们出的那种 就像就像非常高级那种商务车 还不是奔驰呢啊 全停门口 啊 然后钻指的有几个司机 小堆堆出了的特勤的意思 上下都回去了啊 也算是保护他们 这帮人在一起 往那明珠一乐城往里一进 那里面服务老好啊 这我就要说一下 走在前面呢 并不是杜城 谁呢 有两个人 其中一个人呢 小个儿不高 一米六八 跟杜城差不多啊 个儿高 但是那个脖子吧 有点没脖子胖 哎呀 我这 今天你买单呢 啊 这个我不挣不挣的 谁也别跟我抢啊 我不挣不挣的 我一年 他妈也挣十来个亿 几十个亿啊 年头不好 也挣十几个亿 张老的旁边一瞅 行 姜哥 我还不跟你争 哈吉店老板 啊 王龙江 哎 这王龙江啊 低 小兄弟就低了个 小龙走到最前 啊 那服务生一开门 哎呀 先生几位 二十来位啊 那个 今儿我 我们谁买单 不好使啊 咱们那个看看节目 定位置了啊 姓啥姓啥定的 哎 是里边请 里边请 很快 他们来的时候几点了呢 刚晚上八点钟左右 人并不算多 哎 这个 他这个模式是一楼演绎 一楼跟二楼都能看啊 两成 然后三楼四楼五楼六楼 都是这种啥呢 坐电梯上去 就是侧面门 就能唱歌的 顶上还有四成 挺大啊 暂地面积挺大 当年投资 据说好像是六七千万 那两千年六七千万 顶现在好几个亿 你看这么一进去了 王龙江 愿意啥 东北话说 闲品 装大款 吹牛逼 本身也有钱 往哪一坐 八等一坐下 杜城他们也坐着 啊 在杜城面前的还挺低调的啊 哎 但是给服务生面前绝对打 往这一坐 你眼词 哎 这个司机啊 八八八就拿出了五打钱 五打一万 啊 八 往这一放 服务生过来 先生 你看你们需要点点点什么 王龙江一指钱 小小丁一瞅 大哥 照五万块钱上没 什么基本照五万块钱上呢 给你的小费 啊 我看跟前的几个人都扎门扎门吧 你就拿一打吧 啊 不大哥 大哥 不是 大哥 没喝多吧 大哥 这这这这别给完我 那个一会儿要 瞧不起谁呀 五万都拿了 啊 今儿给你的小费 啊 一会儿别人服务还有 不是大哥 这这你假的 拿着就完了 钱他们咱有都是啊 一年不挣不挣 挣几十个亿 两千年五万小费 那服务生什么 讲话一年 他也没挣过那么多小费啊 啊 服务生直接把钱拿回来 啊 再拿五打 啊 先上点酒啊 一会儿不够再给你 八八八又拽五打 那种消费也不算太高 老铁五万块钱 就这一桌酒 就喝老好的 这就跟前服务生过来 那个那边 傻给大哥有钱 财团 那这小费给五万 这呼啦一下 过来 他们七八个 全尾过来了 哎呀 大哥 这边给杜城 他们擦桌 这边给呢 就恨我擦鞋了 就是大哥 你看你随时吩咐 还需点啥 那你说王龙江 这都是杜城的弟弟 王龙江讲话 给我成哥服务好啊 这是我大哥 这边巴巴给杜城 擦着皮鞋 这边嘎嘎酒 就上来了 一人给打 给打 给打 那一人不能给五万的 一人给一万小费 那也相当牛逼 啊 然后这边啊 老铁 呱呱呱 也上来了酒了 但没点酒的 你说吧 一桌五万十万的 那还消费不好 王龙江王 坐那呀 没等点酒 小费打十来万了 酒可能也就花十万八万的 点最好的酒 这么说吧 九八八也都上来了 服务生给旁边 王龙江讲话 站旁边就行啊 你们几个猎一排 有事喊一声啊 这边什么说白了 吐口弹 你个手接着就完事 小费不再掐你 哪个大哥上厕所 他服务一下 毕竟坐在这 反正那边 一共五个服务员 全站在嘎 都引起轰动了 那别的桌 有的他妈的 一个桌 一个服务员 负责四五个桌 忙不过来 这边这五个声 硬没走 然后啊 老铁 他们从这个几点 从八点 看到九点多钟 大伙喝点酒 也没发生啥事啊 但你看 就在九点半左右 这时候 台上上了个主持人 他那个时候 就是演出 就是什么二人传的歌手啊 折空翻魔术啊 武术表演 空那个大刀 砍肚子的啊 杂技 跪玻璃茶子 反正那玩意啊 哎 这时候九点半 一根敲鼓 大伙心啥了你啊 这个夜总会啊 老铁我一讲 你可能有些人一听 好像以前讲过 这可没讲过 桥段有相似的地方 有雷同的地方 你洗澡每次也就是 洗个澡 拿那搓个澡啊 完了搓个酒搓 完了排两下背 这个东西程序上是差不多 但事可不是一个事 上了个主持人 说各位嘉宾啊 我是明珠夜总会的司仪啊 阿东 大伙 欢迎来到明珠夜总会啊 每天这个时候啊 我们呢 又有个小节目 为大家准备一个礼物啊 上来了 一个美女啊 上来抱着一个 第一个 他妈一人来高的 那个大娃娃 是个卡通的 像笔记熊 似的啊 笔记 就小熊 一人来搞 抱着老子 那一丑那毛色 就这个娃娃 你要买的话 也得是千八百能买着 能懂吗 挺贵的娃娃 高级娃娃 上来了 说这个今天来的大哥 这个云集啊 因为这种大哥 到这种基本都自在那种的啊 哪座都有啊 说今天来的大哥云集啊 经理大哥什么 这个那个大哥大款的啊 咱们也不问你 张家长李家短的 这么接下来啊 咱们这个 哪个大哥想把这个 这个玩具熊啊 送给自己的 这个一起来的 不管是你媳妇 还是他媳妇啊 还是别人的媳妇 反正没有带自己媳妇来的 到这地方你就记住了 我令我媳妇去 我媳妇也不去 然后呢 咱们开始拍卖 起拍价 一千 起拍老体 一千块 很快就 你有的是大哥有钱 这两千 一次加价 得是一千块钱起啊 因为起拍价是一千 你想给一千五包 两千 三千 就加吧加吧 这时候已经加到五千了 事实上那逼完 使劲拍就万八了 也就到头了 到头一个高潮了 那一个熊也就千万百 加到五千了 这时候啊 谁也没参与呢 读上他们这桌 诶都都正常了啊 然后呢 这个突然呢 楼上有人喊 七千 这个七千 这楼上喊的这个人啊 也是一桌那种七八人 啊 带着四五个女的 啊 一个女的啊 躺在大哥身边 这大哥呢 有个三人多岁 啊 挺有样啊 绝对生一人 金丝眼镜 一戴 都这个啊 一举手 七千 有钱吗 但你看 楼上喊了一嗓 这时候杜成啊 跟这个唐文慧 喝多了 这一晚上接着机会 不到啥时候 就摸着唐文慧手了 喝多了 接点颠点憨啊 唐文慧硬毫也没毫也去 一会儿你跟我走呗啊 然后我听你上那个 我经常住的那个啊 酒店可好了啊 然后咱自己家的云顶啊 我伟哥家开的啊 跟我去 唐文慧想不去 翻身干啥 不是你就去呗 不去 你再好好就走了 我生气了 杜成也挺不得劲的啊 唐文慧一瞅台上 啊 这只熊 女人嘛 啊 都有这个白血公主病 都有这个童心啊 都喜欢这些东西啊 女人你看十个就八个小小动物 唐文慧就瞄了一眼 瞅一眼熊 也没说没说话 但杜成现在 唐文慧是杜成的整个的 杜成眼的全唐文慧一看啊 瞅熊的 啊 江哥 因为他这桌就得一个女的 啊 不是江哥 叫王龙江 说那个龙江啊 王龙江讲话还跟他 牛逼的 说你钱不如我 你挣几个鼻子 啊 阿成哥 那个 龙江啊 那个熊 那个给整回来 啊 那个你嫂子 香东 你犯人 谁是你 他嫂子 不是 啊 你整回来 啊 行行行行行 王龙江一听 这拍好了 我就愿意参加这事 装逼的举子 就没有这个玩意 我拍卖完 扔了我乐意 王龙江瞅瞅啊 告诉这个助理 他的司机 啊 瞅点啊 别人拍走了 哎 那助理就听明白了啊 楼上喊了一个 七千 这助理一回头 你抬上一下 有没有 还加价子的 没有 要就楼上了啊 这小一伸手 那个 一万 哎呀 这个楼下 这个卡二的要一万了 卡二的一万了 有没有加价子的 这时候 这个司机都没有 楼上丑啊 楼上就喊出了一个 一万二 一万二 哎呀 楼上大哥一万二了 有没有再要的了啊 有没有楼下大哥加价子 王龙江哑啥 摸摸唧唧的 通宽的给拿来 两万 哎 就不是一千两千的 就一万一万 两万一次 哎 两万两万楼下大哥 两万了 楼上有没有加的了 咱家的这就是 两万 两万 两万二一次 两万二一次 哎 王龙江一瞅 是你摸摸唧唧的 你基本三千两千的干啥啊 那什么 五万 啊 啊 啊 五万 这屋里面可能没拍出这个五万 他不是天然人间这个豆腐的人群 他这是个高消费场所能懂不 天然人间可能来两个河北的 这个山东山西的没老板啥的 可能竞价会很高 曾经一个天价啊 一个女的天价给天然人间交出过四百多万 就包业啊 那这一个破熊 他也不是女的 你这这玩意 五万 五万已经达到了高潮了啊 说五万一次 五万一万五万一次啊 都常给那家笑 唐文慧就觉得不值了 说诚哥 我不想要了 那五万根本就不值 都常讲话 别管 王老江听听 说嫂子你就放心吧 这这几个逼子啊 哎呀妈呀 咱们他妈给小费都给个五万十万 不值钱啊 你别说这个五万了 你十万一百万咱也买啊 哎 不是 唐文慧也没 他哥也没那么花过钱 他家有点钱 唐文慧就挺不理解 楼上大哥一瞅 五万 他挨的啥 他这个桌挨的一把栏杆 就全空的能懂吗 他能看见杜上这桌啊 他就往上瞅了一眼 说你妈啥人给五万呢 一瞅王老江 胖胡的像曾志伟长的啊 就像有点那个好万村那处 好万村是 我 好万村 皇宫是五 但好万村 他说话 喊 他不喊 说五万 楼上大哥瞅瞅 就得雷气了 万一 哎呀 楼上大哥 万一了 万一了 万一一次 万一两次 王老江 瞅瞅 是你妈 万一 十万 十万买个熊 二十三十年前 十万 哎呀 十万一次了 十万两次了 十万有没有了 楼上大哥加不加 楼上大哥 这是拍卖人才会呢 才会坑见 说楼上大哥 这指名指定啊 楼上卡一大哥 你加不加了 不加可是楼下的这个了啊 这时候啊 老铁旁边唐文娟都坐不住了 说 说成啊 成帝啊 那不值十万块 那咱钱买个熊 那多大地啊 咱不要 那个不要了啊 咱不要了 多长讲话 没事啊 那个小慧喜欢 我就给他买啊 小慧要天上的星星 给他摘啊 不是 唐文娟讲话 你有病 哎 这是王老江讲话 没事没事 啊 君哥 就这头小圈 一百万 今儿就一千万 咱也拍他 能明白不 他妈的 楼上他们家一起 他能拍过咱们不 咱一年不挣不挣 挣几十个亿 啊 该说不说 我成哥随时用 随时拿 这都我的钱 就我成哥的 王老江 怎么会做人 这杜城 他文娟讲话 惨了 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呀 楼上那大哥刚要举手 旁边有个兄弟讲话 美哥 别拍了 太不值了 旁边的这个一个女的就是跟他一起来的吧 一看大哥生气了 确实十万块钱 大哥也舍不得买个点啊 就面子架着 旁边这个小妹讲话 美哥 我不要了 我不喜欢啊 不要了 刚才喜欢 不喜欢 这人啊 他叫张伟 姓张啊 张伟 当时气点啊 就眼镜啊 气质抖 搁手 手的 熊的 我知道 妈 十万 其实碰见鬼了 这大哥 他的极限是五万左右 把眼睛一窄 把楼下瞅瞅 十万 一次散车 给楼下的大哥的卡 来来来 把熊抱上去 他全场嘎嘎 报喜 雷鸣般的掌声啊 老体啊 还挣个什么什么消费券 下次消费十万 可能挣两万啊 配套的这个熊 就抱在了旁边 唐文会身边 比唐文会都高 唐文会做的 就对熊真实的 也值两千啊 实话实说 唐文会 熊心的 野女人啊 得到了爱 满足 但是十万 我先太不止 唐文会做的嘎嘎 有点不知所措 唐文就讲话 说你看 你看小成对你多好 你看你这 你怎么不知道珍惜呢 你这咱俩掉个 我早就跟他 哎呀 我奉子称婚 我都让他给我 哥 哎 给他嘎嘎嘎 东西放他们这 也正常结束了吧 但是你 这场事 争端刚刚开始 这楼上这个大哥 杜长挺有面子的 王龙江小 不是一根贼气人 那意思瞅瞅啊 怎么样 还有谁 全场的 谁也不往这儿瞅了 你瞅 这比大哥 他们开没逛的 肯定是也是 没逛能这么干吗 没逛的这么干不起 王龙江讲话 没事啊 就是个 哪天都花个一百万 二百万的 我要不花个一百 二百万 我他妈不得劲 这钱呢 怕长毛 这鼻子 在这时候楼上 这个张磊啊 气质得瑟 张磊喝了一个人头马的羊酒 里面还有这个 能有一少半 就带嗓子 羊酒挺贵的 也得三五千一瓶 这笔挨的狼子 就把这瓶子吧 他对一个手拿着 他就往旁边的底下一倒 说白了是一洒 特意的 趴着一洒 直接洒到杜城 那个桌子上 因为水 拿了下来一趟线 还有谁呢 就是这么一划了吗 还有杜城旁边的一个桌 这大伙抬头瞅瞅 旁边那桌也站起来 说你妈 你妈的傻丝啊 傻呀你啊 干嘛呀 杜城他们也站起来 你他妈傻呀你啊 你往楼下倒酒 他倒酒的速度很慢 眼瞅的倒得酒 但这时候老铁 台上主持人眼看 因为主持人眼睛非常毒 读到 大哥喝多了 把瓶拿好了 大哥 主持人给解围 大哥喝多了 把瓶拿好了 注意素质 楼下还有人的 楼下有人的 没有防御部 楼下大哥消气消气 他你干嘛呀 过来几个保安就来劝了 楼上不好意思啊 不故意的啊 哎 这时候老铁啊 杜城就没说啥 杜城坐下来 这个大哥该顶着啊 不知声 笑喝的 就不知声 哎 瞅你 说你们安逼 你们有钱吧 就教你们 就这个表情啊 但谁说话了 曾奥帮 人家保安过来 安抚都差不多了 曾奥帮 帮哥练过武打 性格暴躁 帮曾奥帮最愿干 最早跟杜城他俩 那给杜城打啥笔啊 啊 曾奥帮 你看你妈 跟谁俩呢 啊 不你啥笔啊 瞎一碗倒酒 曾奥帮这么一骂 可能带妈的 楼上这个张伟 瞅瞅 你也岂不个人啊 但是没有杜城他们人多 他就还了一嘴 你妈的 一帮农客 到你们咋的啊 我他妈特意的 哎 旁边那租人不干了 说你妈 你找销的吗 你这不 哎 曾奥帮就站起来 走 哎 曾奥帮拿酒瓶就起来了 那你说曾奥帮都起来了 那那那杜城 那当他们会的面 那杜城 他能软吗 杜城紧接其二 拿了个酒瓶子 这时候旁边丁军伟 也抄酒瓶子啊 完了徐老武器 他们呱呱呱 抄酒瓶就往上冲 这个主持人也看主持人讲话 哎 保安保安 杀了 杀了 但这时候已经保 楼上啊 他这一伙人 因为拐弯就上去了 啊 曾奥帮倒跟前的时候 保安楼上有保安的服务生 就说哎 大哥大哥 别别别 啊 你妈咪 你们啥意思啊 啥意思 这一面谁呢 对面是张伟往前一站 唱 到你们咋的啊 能咋的 动一下试试 去你妈 扒瓶就撇过去了 隔着人墙 他这一撇 杜城也背不起来 去你妈 去你妈 有个小就收桌了 有的一个小 他那伙子张伟的兄弟 可能谁啊 朋友的 不好意思 他不是故意的喝多 去你妈 曾奥帮上去 一电炮就 消倒了 紧接过去 都城也过去 偏发保安也拉不住啊 他们三下五十二 齐个个啊 就是围着的 就把谁呢 就把当时这个 张伟啊 他不是流氓 把张伟就给这边 怼强家 去你妈 行 一顿电炮 但也那个明珠 一顿电炮 保安特别多啊 很快 对讲一就喊 上了四五十保安 全场也都上 别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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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拉开了 这时候经理也收到了消息啊 经理经理 楼上跟楼下的 这个客人可能是因为拍卖的那啥干账了啊 都动手动瓶子了啊 报报警 经理讲话 报什么警报警啊 别报 我上去看上去 来了个经理 经理过来了啊 这时候也拉下来 因为没大手啊 给这笔打懵了 脑瓜爱出血了啊 他那边朋友呢 别人都没打爱打 因为别人没还手 他有两个兄弟啊 可能挨两下子 他有朋友兄弟 但这边基本上没受伤啊 杜成他们都占优势了 定居每次要帮的 咱们一人撩倒好几个 逃向都没上去手 人多 经理过来了 说是啥的了 这是啊 这什么还打仗了呢 唐文君人一瞅没害怕 杜成多牛逼啊 在北京谁敢跟他叫板 是不是 你跟人就得跟这样 哥你怎么还鼓励他打仗呢 不是我鼓励 你看他挨欺负 他都能力保护你啊 你就瞅吧 那个怎么回事 杜成讲话呢 你经理啊 我经理 旁边那租一看杜成 他们动手了 楼向二楼那租也就没动 就操你们你们闹事吧 替我们报仇了 哎呀你姐 杜成那丑 说这笔拍卖 拍那个熊 我们花十万 他有点不服气 他拿破啤酒 往下扫 走他有毛病吗 经理一听服务生一点头 那意思是这么回事 经理讲话 哎呀 这就不对了啊 你看你们喝多了 把瓶子拿好 这掉下去 砸着人 那脑袋这么高空的 能砸死人的 消费啊 这是一场误会 这么点啊 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把他拉倒吧 都拉倒了 散了吧 没咋地啊 那个你看用不用上医院 一说散了 杜成他们讲话也占着便宜了 杜成一走 走小朋友下楼下楼下楼 唐文贝也上来了 跟着就下楼了 往下走 还没走出多远呢 看这张伟一鼓脑 血流下来 你妈的 你别走 滚犊子啊 经理跟你没关系 你滚 来这消费都是大手 经理并没还 经理说你看 大哥 这这就不行 我们领你上医院看看 你滚 滚犊子啊 哎 打完人呢 你们几个别走 谁都跑谁儿子 你敢打我啊 这张伟就交板了 吴诚跟曾奥帮一回头 吴诚讲话呢 打你什么呢 现在他妈都是清的 信不信腿打蛇你 从楼上去扔下去 吵 你人多啊 也喝点酒啊 说你人多 我不跟你样的 你他妈别跑啊 你敢打我 你别跑 听见们 你等着啊 吵你们一会儿 熟死你 杜长讲话 谁他妈跑谁儿子 我看看 你他妈啥人物 我等你啊 随随叫 黑白两道 北京城 走 下去 行啊 行 你身在必样的 这朋友 哎呀 拉倒吧 北哥 你妈别敢打我 这团人呢 杜长他们就下去了 你看下去之后吧 这曾奥帮 给他坐着 啊 眼瞅着给楼下 就能看见人打电话了 曾奥帮没害怕 有身份的丁俊文也没怕 杜长也没怕 乌双宝都在待不住 因为以前吃过的亏计 成啊 成啊 不行咱撤吧 啊 我看对面打电话了 好像找人呢 怕鸡毛啥怕 啊 找白道不好使啊 找黑道还有谁啊 引力好 他们心里都改这个 你怕啥的 啊 再说他们 咱们有这个肚子 包括我兄弟 崔志广 在北京 还怕当外地呢 哎 这唐文君也待不住 唐文君胆不大 说成啊 咱不行 咱就走吧 成弟 那个惹事犯不上啊 我妹妹改这个啊 你啊 一个女孩 你这在碰花脸了啥的 啊 他们会说 成哥 咱别别别惹事了 咱们走吧 咱也没吃着亏 你们打上我害怕 都说你啊 没事 今天我让你知道 知道你成哥在北京 啥力度 啊 你你没事 没人敢动咱们 老体啊 曾奥帮说 谁敢动咱们 啊 在北京 在中国才也不敢动咱们呀 经纪委讲话 那是 吵 啊 吵牛逼啊 动咱们给他灭了 都没害怕 在楼上这小 就把电话拨出去 他朋友劝也没劝住 电话拨给谁了 老体啊 电话就拨给当时啊 在北京 哎 也算是郊区 啊 有这么一个院里 啊 这个里面有障碍 哎 还有这个各种训练的器材 啊 晚上这个人已经吸灯 睡觉了 这院啊 挺大 啊 哎 应该是啥呢 应该在东城区吧 啊 反正这个有人说这都不对啊 不是 不是不对 听好了啊 有个大哥啊 皮这个身杀 给他看 看爹呢 啊 十八十 喂 啊 哪位啊 你好 啊 那个是何处不 何哥 啊 我是啊 谁呀 我那谁 我张伟 哎呀 张伟啊 咋的呢 那个 何叔 那个我他妈改那哪 改那个东城区 这个明珠夜董会 我眼睛给揍了 老瓜 一顿瓶子 啥 多大那事 谁敢打你啊 就刚才 人没走啊 改楼下呢 我他妈改楼上 也没点事啊 你过来呗 行 你等着 我现在立马就过去 啊 我估计也得我这个阿德黎 那个半小时车程吧 啊 行行行 对面多少人呢 对面二来人啊 那行 我现在立马过去啊 电话这么一溜